在安娜王妃生前令人心酸的瞬间,一组老照片见证玄机,1981年1月1日,查尔斯王子参加业余棋手障碍赛, 在安娜王妃刚与查尔斯王子订婚,而卡米拉斯早在七十年代末与查尔斯分了手,成为前女友, 然而两位明远一起到场,为查尔斯加油助威的画面实属罕见, 在安娜王妃当时非常的羞涩,也有着复杂的情绪,在安娜王妃自嫁入英国皇室后,便注定她不凡的人生, 可在看似明媚的笑容之下,却潜藏着巨大的隐忍与悲伤, 自从与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订婚后,她的生活是透明的, 她曾说到,如同生活在鱼缸里的监鱼,戴安娜王妃被公认为是漂亮、优雅、健谈的王妃, 却是英国王室评为离京叛道,不守规矩的伤脑筋坏媳妻妇, 人们喜欢王妃美丽的容颜,感念她的大爱,同时又令人心疼, 正如戴安娜王妃说的,一场婚姻有三个人,实在太紧了, 在鲜花和笑容的粉饰之下,埋葬的却是戴妃一生的青春与幸福, 在婚后不久,查尔斯就和情人卡米拉就情复燃, 这让戴安娜王妃无比的伤心,随着时间的流逝,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存在着潜在的婚姻危机, 查尔斯的婚内出轨,并与戴安娜王妃分居,婚姻了不幸,父亲的逝世都让她悲伤不已, 1997年8月31日,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因车祸离世, 英文玫瑰香小玉远,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